当主要分享的是多数决的土地 谁不可以买的问题 那基本上有一个蛮有趣的原则 就是所谓的左手卖右手的禁止 那怎么说呢 如果说今天我们今天透过多数决 然后去把一个土地卖掉 那就是那问题是 买方却是同意的共有人之一 那首先我们来讲 我们要把全部大家土地去卖掉的时候 到底分几方呢 有人分两方 有人分三方 但基本上也有人是分一方的 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同意的这一群人是一方 那同样的不同意的人 这是另外一方 所以基本上就有两方了 可是有没有所谓杀出来的陈咬金 也就是中间人 他不知道该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会决定说 决定出这个多数决的 这个卖土地的行为 是不是有效的问题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讲 左手卖右手 如果说假设买方是同意的共有人之一 那基本上来讲 他这个就是不许出卖 好 那他其实他这中间有很多种考量 如果说我们今天假设必然 你今天这个是所有土地拿出去拍卖 那当然拍卖会场上谁买都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讲拍卖 但是我们定立买卖行为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容许说有买方跟卖方 是同一个人的这种这种做法 所以他用共有人的身份 其实他就可以排除掉其他的优购权 万句话说 如果说假设一笔土地 他本身是竞标的结果的话 那当然基本上谁买到就谁算 可是问题是如果是非共有人买到 那共有人有优先成购权 但是如果是因为是竞标的程序 共有人自己去买 那其他共有人就没有所谓的优购权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在这本案的这个例子 他左手卖右手 其实他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了排除优购权 那第二个部分呢 他应用多数学的运作 有34条之一 然后让自己的话去买到整笔土地 这本身是禁止的 那至于说其他部分 那当然各位要如果要异议的时候 各位要记得异议他本身是有时间限制的 要在地所送件 那基本上他先收件 那你再去异议 那这个理论上他是不能够成立的 也就是说他不能登记 那当然如果更好的方式 你可以行使你的优购权 那至于其他的参考 判例 各位可以参考 最高行政法院91年的214 他有另外一种 我们讲的 刚才我跟你讲说 基本上人有分三种嘛 同意人 另外一种是不同意的人 那有没有可能是中间人呢 那这个判例就在讲这件事情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判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